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的形式 因为我平常特别喜欢穿牛仔裤 因为我觉得又舒适 然后又方便又有型 然后我买过的牛仔裤呢 大概有超过五六十条吧 然后其中呢 当然也有一些踩雷的 然后也有一些 我觉得超级好穿的 所以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总结一下 哪些是我推荐的 非常好穿的牛仔裤 希望大家能更好喜欢 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那么我们就从我身上的 这条牛仔裤开始说起吧 然后我这条牛仔裤呢 是来自于美国山姓的一个品牌 叫做Mother 就是人如其名 就是这么为辣妈而设计的 当然你不是辣妈 你也可以穿的哈 然后它就是 这个品牌最擅长做的呢 就是这种微辣设计的 这种小喇叭的这种 喇叭牛仔裤 因为从去年还是前年开始吧 这个喇叭牛仔裤 这个流行风又卷土重来 然后但是呢 现在两个喇叭牛仔裤 和以前稍微有点不同 它会做的比以前稍微短一点 所以就时尚感更强 然后Mother最有名的一条裤子 应该是叫做Dick Insider 就是也是这种喇叭裤设计 但是它是前面短一点 后面长一些 显得这里非常的瘦 就很多好莱坞的时尚喇叭都有穿 但是我这一条呢 是它另外一个酷型吧 叫做Hustler 然后它其实呢 它是到Ankle到脚踝这个长度的 然后我这条是24号 我1米64 然后穿上去呢 到脚踝的话 显得有一点点长 所以呢 我就稍微给它剪了一下下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会更适合亚洲人穿着 然后呢 因为它这边是威辣设计的嘛 然后它会显得你这个膝盖 还有这个大腿这里 就非常的非常的纤细 所以呢 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显瘦担当 而且它颜值也非常的高 所以这一条呢 就推荐给大家 然后下面这条牛仔裤呢 同样也是一条黑色的牛仔裤 然后它是来自于伦敦的一个品牌 叫做Frame Frame这个品牌比较擅长呢 就是做这种Skinning 这种瘦腿裤 然后它比较有名的系列呢 是叫做The Skinny 还有另外一个系列叫做The High The High就是比较擅长做高腰的一个系列 然后这条牛仔裤 你一看就是一穿上就显得 哇 鲜鼻腿 就非常的纤细 因为它整个那个剪裁非常的优秀 而且也不会卡当啊 或者是让你觉得很紧很不舒服 它这个设计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面料呢 也非常的透气 然后夏天穿这种黑色呢 也不会觉得很闷 然后它这种设计呢 就是这种前短后长的一个设计 就会前面让你的小腿露出更多的空间 就会显得整个腿更加的纤细一些 所以呢 这条牛仔裤是我最近特别爱穿的一条牛仔裤 一般我习惯呢 会给它搭配一个blazer西装 或者是一个牛仔外套 那么我们来试穿看一下效果 下面这条裤子呢 同样是来自于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品牌 叫做J Brand 它号称可以做出全宇宙最显瘦的牛仔裤 所以呢 一听就知道它主打的那个裤型也是这种 Skinny这种牛仔裤 然后我这条颜色呢 其实不是黑色 它是叫做水洗灰吧 就看上去比黑色要稍微更加活泼 更加高级一些 然后它上面有一些小细节设计 比如说这边的一个坡洞的设计啊 还有裤脚的一个磨边设计 然后我觉得看上去就显得更加时尚年轻一些 然后我这条牛仔裤呢 其实是23号的一条牛仔裤 但是呢 我平常穿的都是24号牛仔裤 这一条呢 当时我可能就是对自己过于自信嘛 所以就买了一条23号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穿上呢 就是这里显得会稍微有一点点紧风 然后显得这里会稍微粗一些 所以奉劝大家买号一定要买赤格级的号码 不要像我一样 然而然而 虽然我把它买小了 但是并不影响它在我身上呢 穿着的一个舒适度 因为这个品牌最大的特色就是 非常的青丝 就是我收到它的那一刻 我有一种 我一直想摸它 觉得整个这么舒服 因为它就是这种轻肤感 是我所有迄今为止牛仔裤当中最棒的 它甚至摸起来那种手感 比那种纯棉的那个裤子还要好 所以这条牛仔裤的舒适度呢 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 下面呢我们来到蓝色牛仔裤系列 这一条呢是来自呢 也就是Citizens of Humanity这个品牌 这条牛仔裤我可以说是我今年最爱的一条牛仔裤 因为它不仅冬天可以穿 夏天也可以穿 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的一条牛仔裤 虽然它价格比较高 但是鉴于我穿着它的频率而言呢 我觉得已经只会票价了 这个品牌比较出名的就是做一些水洗的 然后带一些波动 就有种比较轻松不费力的时尚感 它这个水洗蓝的颜色呢 是我就是非常喜欢那种蓝 就不会特别深显得有点老气 然后又不会特别浅显得会比较显脏 然后这条水洗蓝就非常非常的颜色适中 反正就很戳中我的小心脏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这个轻肤度呢也很高 就是觉得穿上就没有任何任何的紧绷感 然后它是那种稍微比较宽松一点的 然后就是会 因为宽松一点就肯定会修饰你的腿型的MAP 就不像这种skinning的裤子 就会把你的大腿哪里胖就会显示出来 然后它这种是有点那种boy full of that 那种mom jeans那种感觉 所以就会任何腿型都可以驾驭 如果你不想把它卷起来当九分裤 七分裤穿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直接放起来 就是一条正常的长裤 然后长度呢也比较适合 就是搭配那种运动鞋 或者是冬天搭配靴子 或者是搭配这种凉鞋 或者是搭配lover都没有问题 总之呢它就是一个可大性非常强 然后可利用率非常高的一条单品 所以呢非常推荐给大家 那下面这条裤子呢 如果看过我前面几期视频的话呢 肯定会对它非常熟悉了 因为它的出镜率值得非常的高 这条牛仔裤呢是来自于Redone 也是美国的一个品牌 然后正如它的名字Redone一样 就是它是把Levis的牛仔服 牛仔裤回收回来 然后进行一个重新加工 之后再投入销售的这么一个品牌 但是呢对消费者而言 这只是锦上添花的一部分 其实最重要的呢 我还是要看它的一个版型设计 然后这条牛仔裤呢 它就是一个稍微有点宽松的牛仔裤 其实呢你如果想显瘦的话 不一定会要穿那种很紧身的牛仔裤 你穿这种稍微肥一点的牛仔裤呢 有的时候反而会显得你的腿更加 你要一条更加纤细一点 而且呢由于它那个牛仔裤腿里面有一些空间 所以那个修饰腿型的效果肯定会比Skinning牛仔裤的更加好一些 所以呢这条牛仔裤穿上就是无论谁穿上都会显示的 显得非常的直 就腿非常的直 然后比起前面几条牛仔裤呢 你们可以发现这一条呢就是腰会稍微高一些 就有一种自带的那种复古感 而复古呢又是这两年非常流行的一种趋势 所以呢这条牛仔裤你就看上去 虽然它是一条新的牛仔裤 但是有一种复古的那种时尚感 所以呢搭配这种酒瓶色的这种裸靴 然后冬天穿的加上它这个膜边 就会显得非常的时尚非常的好看 所以这一条呢是我去年冬天穿着率非常高的一条牛仔裤 如果说前面几条牛仔裤呢是比较贵价一点的 那么这一条呢就是稍微评价一些的了 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种品牌叫做Madewell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是它Madewell嘛 就感觉质量很好的样子 确实是就是它就是评价当中质量非常好的一个品牌 我这双鞋也是来自于它家 然后是全牛皮的 然后也很有设计感 就感觉可以穿了十几年都不会变形那种感觉 然后这条牛仔裤呢 它就是也是这种阔腿设计 然后下面是去年比较流行的 就是把这个裤腿要搬上来 而且搬得很高的一种感觉 就是很有设计感 就非常适合夏天穿着 你可以搭配一个像我这样的lofer 也可以穿一个高跟一点的凉鞋 都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这种阔腿设计呢 就可以非常好的隐藏你腿部的一些缺陷 比如说你是X型腿 O型腿 穿这种阔腿裤都能完美的隐藏掉 所以这条牛仔裤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而且这条的价格呢也非常的轻盈 我应该是它打折的时候买的吧 好像才300多人民币 就是无论从设计细节 而且质量而言300多都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 所以性价比非常的高 最后呢还想推荐一个品牌就是Topshop 因为前面一些品牌都是一些欧美品牌嘛 然后它会做的比较长一些 可能如果你一米六以下的话 穿着就不会那么的合身 但是这个Topshop它有一个选项 就是你可以选petite 就是适合身材交响的女生 应该穿牛仔裤 然后它说是九分裤 你穿上肯定就是九分裤 就不会说穿上过长 或者需要自己休闲那样 然后它呢就是价格很清明 性价比很高 像我身上这条呢 就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 没有什么设计特色的 但是依然显得腿非常的细 非常的直的一点 黑色牛仔裤 所以呢我也比较推荐这个品牌 尤其是给那些身材较小的女生 好了今天这些牛仔裤特级呢 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能给我给大家带来一些有用的信息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呢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然后关注我一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